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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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们在分班的时候开始是四个小时一班 然后后来大家在工作上面时候觉得四个小时可能是有点长 很难拿到我们就卡成两个小时一班 现在的话我们又从足心摸索 现在是三个小时一班 所以我们二十四小时的话三三这样来分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昼夜是八班 现在是这样一种状况 然后使得每个时间打电话我们都有人在 好处是我们是有其实是海内外的咨询师 所以每个人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轮着来转的话呢 北美的这边人在值班的时候 中国在睡觉 然后中国的话值班的时候我们这边在休息 所以是个很完美的一个配合 好的 那您在比如说一周三小时内会接到多少的电话 多少的咨询 这个电话数字呢就是说有上有下 我们有的时候呢甚至当班的咨询师可能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 但是的话呢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凌晨到三点这班就相对来就比较少 但是呢六点到九点的班呢就相对要多点 然后我们有文字咨询还有一个热线支持 文字咨询的那个的话呢 有的时候呢和这个热线加起来的话呢 我们当班人基本上的话接到两三个 有的时候三四个 安不等吧 好的 那您在这个过程中有接到什么特别的案例 或者有同样的志愿者他们接到什么样特殊的案例 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吗 有一个案例我想讲一个现在的案例吧 我们最近的时候其实武汉这边 啊不是武汉了 中国这边的疫情全部都基本上平静下来了 我们我接到过一个医护人员的电话 就是上海的一个医生 这个上海的医生呢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崩溃的 非常的消极 他的感觉呢就像是他 这个抗疫里面是一个马拉松一样的跑 很辛苦 每天很紧张 也和家里人都不能够在一起 然后觉得中国好不容易已经平息下来了 但是他们其实呢 就是是医护人员是没有平息下来的 他们依然很紧张 依然有很多的压力 依然每天工作上面很紧张 那么他的有个感觉呢就是说 好不容易马拉松就跑到头了 都已经看见标志终结了 突然呢 无际上输出的又来了 他们呢又不能够停下来 就感觉那个马拉松的最后那个终点 被挪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就很难受 所以的话呢 真的理解他们不容易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呢后来能够关心到他们 让他们能够感到自己被理解了 被人倾听啊 然后他自己有的时候 就这个医护人员他也是会问 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好一点吗 然后呢我就给他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呢 比如我就告诉他 要知道自己不容易 真的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容易 然后要哪怕自己拥抱一下自己 然后我们也一起做一些 要深呼吸 那我也给他建议说 可以买点小零食 他是个女医生 然后我说你可能在很累的时候 吃块糖啊 或者说吃一点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啊 也算是一个奖励一样的 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舒适的感受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有五分钟去在边上深呼吸 这样的话呢 让自己知道我还要继续跑 多安慰自己 有的时候这样一点点的帮助 对他们蛮重要的 哦 对 其实的话呢 有一个其实最感动我的一个例子呢 其实我们热线是服务医护人员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 被应激影响的民众打来电话 我们曾经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呢 是他在梁台上 他有药跳下去了那种冲动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的感受 就是我当时的话呢 是在群里嘛 就看到我们值班的咨询师 在请求帮助 我们就有好几个都道 他们在各个地方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 来帮助他 去和那一个人沟通 让那个人能够安静下来 慢慢听他倾诉 从梁台上回到家里 坐在沙发上 然后看到一个团队一起 为这个咨询师加油 这一个咨询师拿着热线电话 和他去沟通的时候 就真的感到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非常有意义 那您觉得这样的服务对那些医护人员 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你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帮助是比较微小的 我们理解也是鼓励说 我们的帮助呢 是像一个在战场上去止血的帮助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去动手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骨折的给接起来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那个最深层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帮助止血 止血这个快速的包扎 当时就觉得也是很有用的 因为人在崩溃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真的一个身体 好像就不能够正常的工作了 我比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接到过一个医护人员 他其实不是医护人员 他是买 为医护人员来采购医护服 那个服务 那个防护服啊 面罩啊 他也会很崩溃 他会崩溃到出去一天什么都买不到 然后他就会坐在那要哭一样 然后我们可以陪他 陪他一起去安慰他 让他知道自己真的很不容易 自己也做到自己做得最好的了 这样去陪护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能是 让他得到一个 一个 一个安慰和复苏吧 是这样一种 一种感受 比如还有一个例子的话 一个医护人员 他很 他就会觉得 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甚至到 他有的时候就觉得 不知道该跟谁说话 当他休息下来的时候呢 他的先生非常的就是心疼他 然后鼓励他打热线 他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尽头 然后他的自己的丈夫打电话来寻求帮助 我们也可以通过安护 安慰这个丈夫 然后让他去鼓励自己的妻子 其实各个方面不一样的 但是我概括来说 我们就是直选 让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能够得到加力 能够得到一些舒缓 好的 那我看您继续的在为这个服务宣传 在各大群里转发这样的消息 您希望我们大众有什么给你们支持 或者也可以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来帮助大家吗 这也是真的一个好问题啊 我们大众的话 其实我们 我们如果能够愿意 待在家里 比如说 我们如果愿意 尽可能的减少自己 自己感染病毒 我们也算是对医护人员的一个爱护和保守 因为我们可以想想 我们自己如果是得病 一个是对自己不好 另外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去传染其他的人 所以我们能做的真的是很直白的 我就觉得网上也很多人在讲 我们如果能够待在家里 其实就是对医护人员最好的关爱 另外的话呢 我在想的话呢 我们要对医护人员充满感激 其实对所有在一线的 包括警察 包括那些服务 服务那种零售商店 这所有的在外面去必须 必须工作的人 我们都应该感到感恩 感恩他们所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要 我们要不急躁 不要就是说去觉得自己不方便了 不要有情绪 要能更深的理解 理解医护人员 理解在外面工作人员的不容易 然后自己尽量的话保护好自己 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蓝星姐 那我还了解到说你们 现在中国的疫情稍稍稍减缓了 你们还有持续的为北美的留学生 开展一些咨询服务是吗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我们的热线存在对医护人员来说 现在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但与此同时呢 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另外一个需要 我们想海外的这些留学生 尤其是有一些呢 真的是蛮小的高中生 他们离开自己的父亲母亲在外面 有各种原因 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能够回到中国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 那么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到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热线服务 我们还有一个文字的咨询服务叫树洞 然后我们就在想 我们开通这个服务呢 让北美的留学生可以得到倾诉 可以得到感情情绪方面的支持 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我们是刚刚开始 来服务北美的留学生 但是我们真的是开放了一天之后 我们就已经听到了在欧洲的华人 请求我们能不能开放给欧洲的留学生 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调整 我们的调整就是 我们把我们的广告从服务支持北美的留学生 改成支持服务海外的留学生 这样的话呢 使得这些孩子们都能够得到一个 有个倾诉的一个途径吧 好的 谢谢蓝星姐 这是我们的采访 也谢谢你的爱心的服务 非常的感谢 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残琴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我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